你知道萧炎一生中最大的恩人是谁吗? 这个人并非要老,也不是萧勋儿, 而是竟连妖火所诞生的小姨, 因为她在关键时刻帮助萧炎夺得了地质本源。 要知道,这地质本源乃是萧炎突破之斗地的关键。 在斗破大结局前夕,萧炎来到了谷地洞府, 同时也得知了地质本源的存在, 但她却无法获取。 因为这地质本源存在于洞府内的一尊石像里, 而这个石像是驼色谷地创造出来的, 其外表坚硬无比。 就连竹坤和谷元这两位大陆上最顶尖的斗圣, 使出所有手段也无法轰碎这尊石像, 最终还是萧炎出手才打开了这尊石像。 而之所以说萧炎才是萧炎最大的恩人, 是因为此时的魂天帝已经凭借地贫除单突破到了斗地, 整个斗期大陆上已经无疑人是她的对手。 如果不是萧炎即使打开石像, 帮助萧炎获得了地质本源, 萧炎就无法顺利突破之斗地, 那么魂天帝就能凭一己之力掌控整片大陆。 萧炎以及上古巴族都会遭殃,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? 一起讨论一下吧。